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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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令到一個很好的誘因,令到香港經濟不斷前進,這是好事, 問題是你有一個適當的高地壓政策, 社會不斷轉,經濟不斷轉,我們周邊的環境不斷轉, 它一直都沒有轉過,原因為何?它們看不到, 它們不明白經濟是怎樣運作的。 所謂不干預的意思是,你制定了一個有效的遊戲規則, 制定了政府公共的政策,不夠扶持經濟長劫發展, 其實這政策是干預,建立規矩是干預, 建立了之後才叫做不干預, 在史上每人自私自利下達到社會全體的公益, 政府存在就是要干預,所謂干預制定了適切的政策, 扶持整體社會福利,幸福不斷存進, 這樣叫做政府功能,如果政府坐在那什麼都不做, 這根本就是廢的政府。 未有這個物業的人,入境政策,讓它容易上車, 有了物業的人,在中小單位的, 就鼓勵他們,讓他們能夠向上, 上面政策在物業上都是要, 令到住在公屋、居屋的人會自私的物業, 沒有物業的人就可以讓他們公屋、居屋, 然後有了就單位物業的人就可以留上後退, 應該將這個流動階梯重新整理它, 現在的樓市,沒有人不覺得它會大跌, 再令到警察,令樓市一路繼續上升, 而這個工資和年輕人覺得完全是置業, 保債欺望的時候,社會也都不穩定。